活化旧均匀苗栗县通宵镇公所打造亲子公园 镇公所利用通宵电厂回馈金大约是700万元 重新整理了位在铁路平交道旁的闲置空地 搭配一旁的海水浴场设置海盗船流滑梯 成为了地方的特色公园 旧均匀咬身一变重新起航 要通往通宵海水浴场位在铁路平交道的这座亲子公园 以海贼王作为主题发想 呈现极具特色的海盗船造型流滑梯 那也非常感谢之前的镇长这么大力的支持 才有这项的海盗船的亲子游乐设施 那未来我们公所也会争取更多的儿童游乐设施 公园用地原本是旧军营 海巡署所驻守的营区早已测出大约有20年 在地方争取之下 中央拨用用地 并透过通宵电厂的回馈金 补助700万 配合附近的海水浴场各季节规划不同活动 海水浴场也有亲子活动 有那个冲细型的滑水道 那在暑假期间都有这个设施 那也欢迎我们通宵还有外地的乡亲一起来 就是来参与这样 通宵为苗栗海线乡镇发展观光 打造特色公园是第一步 再结合既有的海水浴场资源 为在地观光发展重新启航 当中央栗海线 växt 始至下